两盘48盘吧 你给100块钱就行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活人剧的美食空间 我们的宗旨是给您爱的人做一道爱吃人菜 今天分享什么呢 分享一道粤菜里边比较经典的炒饭 生炒牛松饭 作为一个主食货 之前跟大家说了 我们要挑战一下100种炒饭 那么甚至今天这个我们是第几种 不知道大家也帮我们算一下 回头你回去 咱们弄个合集 咱们放在里边 咱真的是挑战100种 但是今天为什么生炒牛松饭 甚至上回吃完了 那个纸椒牛肉 是不是不能自拔了 那个牛肉太香了 对我们爱尔兰牛肉 那我们今天同样是拿 这个爱尔兰的牛肉 来做这个生炒牛松饭 生炒牛松饭 我们就是拿牛肉松 就粤菜里边管这个牛肉末 什么的 它都叫牛肉松 你看那个鱼松 其实就是鱼胶 牛松饭虽然说不是牛肉胶 但是我们要给它切的牛肉粒 来我们来加工一下吧 好 那我们这个牛肉 还没给大家介绍食材呢 行 不好意思啊 今天我已经有点着急了 好 那我们今天介绍一下食材啊 米饭肯定是要有的啊 这个同样是爱尔兰牛肉 西生菜啊 一定要用西生菜 别的菜行不行 菜心和芥兰 其实给它清理也行 但是我觉得生炒牛松饭 这个西生菜是最最适合的啊 然后洋葱鸡蛋香葱食材就是这样 那我们来切这个牛肉 这是不是你给分的呀 这么大一块 你让我拿这个炒饭 这个合适 不合适 这确实有点多了啊 然后还有一个 我说让你解冻解冻 你不能给解成这样 就稍微让它冻一点的时候 再切是最好的 那现在又是展示刀工的时候了啊 那比西游的吗 哎 你看 我们这是牛板件啊 上回我们那个说了 那我们先给切成薄片吧 好不好 好 来 走 你看 其实这个煎牛排也是挺好的啊 这么大一块 炒一瓢饭用得到这么多吗 应该用 我再切这一片 这个留着了啊 真的 这个留着了 真的是用不了这么多 来 那我们给它切成粒啊 其实你看 就我们这后边就是还有点筋 其实这个筋就是对于我们来炒这个牛松饭 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的肉非常好 所以呢 我们给它切的粒稍微大一点 原则上就是馅 就是牛肉馅 就也可以啊 切完片 切条 切完条 来 我们直接把它切成粒啊 就是其实大一点粒 我觉得在炒饭里面更好吃啊 稍微大一点 才能看到颗粒状 是不是 看我们的牛肉是非常鲜的 嗯 还想再去到二兰 有没有想法 一堆去吧 啊 一堆去吧 一堆 什么 哦 一起去是吧 对 这是哪个方言啊 去的话 我们粉丝 怎么着 一到十万的时候再去 你看我说都没底气 这个筋呢 其实我们要保留啊 不用去掉 炒一个牛松饭 其实这点我觉得就够了啊 来我们放点麻豆里 好 来我们加工其他的食材啊 这个洋葱呢 我们也是给它切粒啊 来 其实原则上这点就够了 洋葱和那个 这样 咱们来一个什么方法呢 你看啊 正确 你看 我们可以这样 哦 明白了 像一个梳子一样 是不是 对 哎 再切是不是直接就是粒了 对 啊 有学到一道 这个 有没有讲究 有说法 哎 你看 是不是 对 比我们切完丝 然后再这么切 就相对来说 是不是更方便点 是 这一切 来 这个洋葱粒 我们也切完了啊 好 我们也给它放个麻豆里 上面我们要切什么 生菜 西生菜啊 一定要记着西生菜啊 炒一个饭 这点我们肯定用不完啊 就是基本上这么大一颗 四分之一吧 其实这个我觉得已经就够了 然后我们给它切成粗一点的丝啊 相对来说粗一点 就是这样顶刀就可以了 来 看到吗 后面有一点不用规规长长啊 来 我们把这个切好的生菜丝 或者你叫成生菜条也行 放到这个盆里边 好 那我现在用水洗一下啊 现在回来 来 看 就是这种状态啊 用水洗一遍 洗完了之后 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挤干 再拿回来 因为我们炒饭要相对来说 要干爽一点 最后一样 食材 其实就是这个葱 来 这个葱花呢 可以多一点 可以少一点 就是像我这么喜欢 吃葱的 吃葱吃蒜 不吃姜啊 这个葱可以稍微的多一点 切完葱花之后 这个葱可以跟这个生菜丝 是放在一起的 我们同时放入啊 现在就是我们的鸡蛋 来 你看 我们平时做炒饭 我们都放 几个鸡蛋 两个 两个 那你看我为什么拿了仨 多吃点 你说的特别对 没有什么讲究 你愿意放俩就放俩 最主要的原因 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们就要三个鸡蛋了 我一想就都给放了 不要我还剩一个 不合适 你说是不是 我们不能让鸡蛋也孤单 这话说的怎么样 挺好 不能让鸡蛋也孤单 全是折里 全到碗里去 是不是 好 打散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放在一边 来 我说一下这个生炒牛松饭 你知道为什么叫生炒吗 其实原则上 我们要是拿平常的牛肉 就是拿那个牛肉馅啊 什么的 我们还要再腌制一下 放点水 放点生粉 然后再把它打一下 二兰牛肉呢 其实真的是品质非常好 汁水非常多 我们就不腌了 不腌了呢 其实咱们再拿点盐和胡椒粉吧 来 就放一点点盐 放一点点盐 来点黑胡椒碎 给它抓一下就可以了 就不用打任何的水 这个牛肉 真的是跟咱们的 在市场上平时买的是不一样 生炒牛松饭 生炒 我还没点透你吗 直接放里边炒 还没点透 对 你说的特别对 把饭 把这个牛肉 真的是混在一起炒 家里边烹饪呢 我想一个方法 就是咱怎么能简单一点 而且就是失误率更低一点 就是我们还是把这个牛肉 先划一下油吧 好不好 好 那我去洗个手 等我回来啊 马上开始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烹炒 炒锅烧热 来 倒点植物油 热锅凉油 那这个油 我们先给倒带 翻了一点 火不要太大 来 我们先把牛肉放进来 好 牛肉放进来 先不要动 就是现在我们来中小火 这种状态 来 现在可以翻了 基本上把这个牛肉 倒断生就可以 来 我们干脆现在把这个洋葱粒 也放进来 好不好 算师 好 好 来 其实真正的生产牛松饭 这个时候 就是可以 把米饭 倒进来 那样炒 我个人觉得 可能会有一些难度 你觉得呢 算师 就加长一点 好 现在我们把火关掉 把这个牛肉和这个洋葱类 我们先倒在一个马兜里 真的香啊 真实 我们没有进行任何的调味 我们先放在一边 抓一下锅 马上回来 好 炒锅回来 我们开一下火 继续把炒锅烧热 烧热 我们现在倒入植物油 热锅 油温上来 我们把鸡蛋 放入 不等鸡蛋完全凝固 现在我们把米饭倒入 今天这米饭谁蒸了 感觉还不错啊 把它给压散 好 现在我们开一下小火啊 转到小火 我们继续把米饭打散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个不能叫标准意义上的 生炒牛松饭了 我们就牛肉松炒饭吧 来 我们把牛肉松和洋葱粒放入 开一下大火 一定要不断的把这个饭给它压散 今天这个饭啊 如果你要在外边吃 基本上今天这一锅是两盘 两盘 两盘48一盘吧 你给100块钱就行了 这么来多吃块 好 关一下小火啊 调一下味道 放一点点盐啊 来一点点味精 加一点蚝油 蚝油大概半勺左右 来 我们继续翻炒 来 现在我们再开一下大火啊 马上出锅了 因为我们的盐放的不太多 为什么 目的就是现在我们再来一勺生抽 来 最后我们倒入葱花 生菜丝啊 一定要后放 因为这个生菜丝是有水气的 OK 怎么样感觉 太香了 来 我们现在准备出锅 好 来咯 我们还拿不拿马舟装了 不拿了吧 直接来吧 来咯 生炒牛松饭 去 这感觉 绝了 真是炒多了 我们这盘子装不下了 好 这锅里的给你打包吧 好 好吧 我们就先盛这么多 绝妙 行吗 可以 哇 闻一下 太棒了 好 那今天我们这个 用二十兰牛肉做的啊 这个叫什么名 是不是 生炒牛松饭 或者叫牛肉松炒饭啊 哎 你这干嘛啊 你在 哎 你这干嘛啊 我要起个意名 没想到 好 那今天我们这个 生炒牛松饭 牛肉松炒饭 成功了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你按着人做起来吧 喜欢我们 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关注 这对我们非常重要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拜拜 明天见 我们下咱排 葱